上节课我们讲了如何关于Spring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如何在我们的项目中引入Spring 也就是说加入Spring的架包然后通过WebXML的一个配置来达到在项目启动的时候 Web程序启动的时候来初始化Spring 那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讲一下如何让我们的Spring2框架和Spring框架来结合起来 就是两个框架的整合以及再介绍一下再举一个我们这种整合之后如何去执行的这样一个例子 这是上节课讲的内容 也就是说如何通过Lessener或者是Servilator的方法把Spring在初始化在Web启动的时候初始化 像现在呢我们通常都是用Lessener的方式 上面设置一下它的位置 上一个举例子就是讲了如何配置多个文件 但实际上呢我们并不存在多个文件 所以我把它删掉就只配置这一个文件 当然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指定任何实质的病 这是从刚才的其他的这里边copy过来的 所以说我先把它去删除掉 Spring加载的时候不去实力化任何病 因为我们还没有指定先放在这里 通过这个工作呢三步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加入Spring的架包在Lab下面 Spring的架包给它加入进来 在这里Spring的架包加进来 第二步生成一个配置文件 放在我们的config目录下 第三步通过WebXML配置一个Listener 然后配置一下对应文件的参数 文件位置的参数就完成了对Spring框架 引入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下面我们如何去跟两个这个框架去整合呢 如何去整合我们首先要想到上几课已经讲到了Spring的基本概念 它实际上也就是说通过配置文件管理起来所有的一些加挖对象 加挖病管理起来大部分的 那现在我们就要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如果整合起来这个框架里边Spring的作用就是这样的注入和这样的注入功能 这都是上几课讲的 那它去注入 那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们到底让Spring管理什么样的东西 也说我们哪些对象让Spring去管理起来 最后达到一个相互依赖注入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我们哪些对象需要被它管理起来呢 实际上我们也就是三大类对象 第一类对象是Action对象 第二类对象也有逻辑Service对象 第三类数据访问DAO类的对象 这三类对象应该说都是需要我们的Spring去把它管理起来的 如果管理起来了之后 那我们Action里边如果要调用某个业务逻辑对象 我们只要是在配置文件里把业务逻辑对象给它注入到这个Action里就可以了 同样业务逻辑对象需要某个DAO的话 直接我们把DAO也注入到业务逻辑通过配置的方式 直接完成一个注入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思考的问题 Spring到底要管理哪些对象 但是呢在Stras2里Action实际上 我上节课前两节课已经讲过 Stras2的Action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代理的对象 也说我们类它在Stras2实现的一个代理 或者说呢 其实Stras2在实现这个Action的方式 在实现Action的时候就是类似于Spring这种方式 已经先把Action实力化起来 然后从里面去调用这种方式 是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的 也说在Stras2里实际上就是也是用这种对象工厂的方式 创建这种Action对象的 所以说Stras2它默认也是以Spring这种方式来实力化Action的 那这里呢在Stras2里边它有这样一个属性 我随便找个空位置把它打一下 属性指什么呢 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到这个文件里来看吧 Stras这个配置文件里来看 这里边是常量 定义的常量就是Stras2的某些属性 除了我们看见的这两个之外呢 Stras2还有很多的属性 这些属性呢 大家如果说想去更详细的了解呢 可以去看一下Stras2相关的这个基础资料 在这里呢 我们用不到的东西我是不会去介绍的 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这些东西 可以参考相关的基础资料 那我再介绍一个两个属性 或者说Stras2要配置的一些东西 还有个Stras2.object factory 这就是说它的对象工厂使用的是什么 如果你配置成Spring 那也就是说在Spring这个Stras2里边 它的所有的我们的用户action就都通过Spring去实力化的 实际上你这个用不用配呢 是不用配的 为什么呢 它的默认值就是Spring 也就是你不去手动配置这个属性的话 Stras2默认就是用Spring来实力化这个对象的 它实际上在Spring里边已经包含了Spring的一些功能 所以说我们的Action肯定是被Spring来管理的 唯一就是什么呢 是要Stras2框架自动去管理 还是我们手动去管理 这是两种实现方式 如果你想实现完全的一个由你来控制 我们可以手动的去管理Stras2的 这个Action对象 比如说这个TestAction 我们把它配置在这里 我们来手动来管理 这样我们就可以方便的去为它注入各种各样的这个属性 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它的制端 但是如果用Stras自动管理呢 那你可能就要有一些实现 你受一些约束 这也是我一会儿要讲的 Stras2如何整合Spring的两种方式 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的Action是由这个我们自己手动来管理的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 有这个Stras2框架自动去管理的 当然它核心还是用Spring去管理的 这是这个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属性 就是说如何对象工厂 以及要提到的如何去整合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说到这里为止呢 关于Action这一块 已经说过了 回到刚才的话题 也说我们都要在我们这个Spring里边 都要把哪些对象管理起来 首先Action这里边有两种管理方式 框架自动管理和我们手动配置管理 那业务逻辑对象 Service那是必然要我们手动管理 数据访问对象也是肯定要我们手动管理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学Ibatis这一段课程 所以呢 我们这个数据访问对象怎么实现 先忽略掉 后边我们再去配置 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学Spring的配置 我们拿业务逻辑对象来举例 这也是足够的 那现在呢 已经很明确一点 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来管理Action 你业务逻辑对象是必须你手动来管理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就先在使用Spring 真正的使用Spring之前 我们看一下 我们原来的Action 是应该如何去调用业务逻辑对象的 原来我们这个Action呢 就是在这里边简单给Name加个Welcome 那假如说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业务逻辑 我们要根据传入的姓名 也说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逻辑要求 我们要根据传入的这个姓名做一个判断 如果姓名是张三说明他是合法的用户 我们就返回Welcome这个信息 如果不是张三 那他就是一个非法的用户 我们要提示他 你是不受欢迎的 或者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用户名 这样的信息 那这里边实际上就涉及到一小点业务逻辑了 我们要对传入的姓名去做一些判断 然后根据判断的结果来执行不同的 这个来返回不同的这个提示信息 这就是我们要描述的一个简单的业务逻辑 那所以说呢 首先我们要实现一个业务逻辑对象 那这个业务逻辑对象呢 当然说我们要把它放在单独的包里 类似于上上节课讲的配置Action这个包 我们还是在这个只是机构的名称 然后项目的名称一个 我们还是假设当前是Test模块 刚才是Action 当然我们业务逻辑 一般都叫Service服务层 我们给它放在Service这个包里 这样呢 我们就又创建了Test模块下一个Service包 那我们在这里别创建一个类 Service类业务逻辑的类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对处理姓名的 那我们刚才叫TestAction 那这个类呢 我们也叫TestService就算了 刚才通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TestService 要实现一个什么功能呢 判断名称 如果是张三欢迎 如果不是张三提示他 这是一个错误的用户名 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教验姓名的方法 那教验完了之后 我们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去这个根据教验结果 返回不同的提示信息 所以说我们的返回是一个字符串 就是最终的提示信息 然后我们这个叫教验 那我们就叫validate name 教验名称 那当然你要教验姓名 你希望他传入一个参数 就是当前要教验的姓名 那在这里边我们实现教验的功能 首先去判断 如果张三 我们这里就不区分大消息 所以说我用equals ignore 忽略大消息 如果当前的姓名 等于张三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返回什么呢 welcome加上姓名 欢迎你张三 如果他不是张三呢 其他情况呢 我们就返回 这个姓名 是有问题的 我们就说 is bad 这就完成了我们这个简单的一个业务逻辑过程 这只是一个演示而已 所以说我们就简单的去实现 那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我们的axe里就要调用这个业务逻辑对象来完成对姓名教验的这样一个业务逻辑 那我们首先要怎么办呢 要实力化一个业务逻辑对象 我们才可能执行它的方法 那实力化呢 有两种一种是在这个执行的方法里实力化 一种呢 是把整个action在实力化的时候同时对应也实力化这样一个这个service 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action 它会调用一个或者是多个service 但是呢 跟它都有一个一对一对应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service作为action的一个类的一个字段来存在 所以说我这里边进行一个叫test service 我们声明一个test service 测试的服务对象 而且呢 我们希望在这个action实力化的时候 同时把这个service也实力化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去定义 在实力化action的时候 就把action有一个字段 或者说它有一个属性 就是test service 而且在实力化action的时候 同时它也被实力化 那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test service的这个 验证姓名的方法 那我们让姓名 等于什么呢 对这个姓名 用test service的validate方法 对这个原来的姓名做个校验 返回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对包含了欢迎或者不欢迎信息的这样一个姓名 最后返回 我们看一下运行结果到底对不对 启动我们的项目 localhost 打错了 8080端口 然后我们的项目名称 直接进入index页面 输入一个姓名 比如说我现在输入的是张三 张三是被欢迎的 问题交 产生了一个异常 看一下这里边配置文件 好像是我修改过 这个class class这里边指定的错误了 我们重新指定一遍 首先这里是包名 加上内名 因为配置文件修改 我们需要重启一下容器才可以 重启tom开 我们还是从头开始 首先进入输入界面 输入张三这个姓名 然后提交 我们看一下 因为张三是合法的用户 所以我们显示的是欢迎张三 如果我随便输入一个其他的姓名 比如李四 他是不是欢迎的 这里提示 李四是一个不是欢迎的姓名 通过这个我们已经看见了 我们已经实现了从action到什么呢 到业务逻辑对象的这样一个调用 我们action实现了对业务逻辑对象的调用 像上几课我已经讲过了 使用人的一些基本概念的时候 大家可能通过这个就看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的action和业务逻辑对象已经牢牢的绑定在一起了 也就是这里边通过业务逻辑对象的类名 通过new的方式产生业务逻辑对象 你如果业务逻辑对象发生了变化 你必须重新编译 或者说重新去把它们结合起来才可以 已经完全的偶合到了一起 那我们为了实现结合怎么办呢 就像上几课讲的视频一样 如果我们通过工厂模式面向接口的方式 把一个业务逻辑给它注入进来 那我们这个action和实际的实现业务逻辑之间的关系呢 就完全结合 可以完全通过配置文件来实现他们之间的关联 这就是实际的一个主要功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怎么样通过这个实际的配置 来完成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注入的关系 首先呢 还是像上几课提到的内容一样 你想让他们完全结合 还是必须面向接口编程还可以 如果不面向接口 你必然会在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实际 你没有接口 就会涉及到实际的业务逻辑的类名 如果是有接口 那就会把这个通过接口把它隔离开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实现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叫什么呢 我也是test service 这是个类同名了 这里边讲一下也是一些命名规则吧 通常在我们做项目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知道在加瓦规范里边 如果一个接口 它不是一个类而是一个接口呢 我们通常以I开头 比如说这个如果是接口的话 我们可能叫 I test service 但是通常在我们做项目里边 用很多I的话看起来也很麻烦 所以说通常 名称固定的名字 这种常规的名称就是接口 如果是接口的实现呢 所以说我把刚才这个重命名 接口实现呢 一般用impl也就是实现来命名 这样的话 我们test service代表接口 test service impl代表这个接口的某一个实现 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去创建接口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实现里边去提取接口 这里边我们提取下接口 通过重构 提取接口 那接口名称叫什么呢 叫test service 然后这个接口要提取哪个方法呢 当然我们只有一个方法 就提取这个方法 OK 接口提取出来了 test service接口 它是一个什么方法呢 valid name方法 这是我们接口的实现 如何去实现 现在已经有了接口之后 通过上几课讲的内容 我们来想 那如果我们想实现 从这个 把什么呢 把业务逻辑注入到exus里边 那我们首先这个exus里边 就不要用一个具体的实现来命名了 当然我现在这个test service 大家可以看见 它是什么呢 它已经是这个接口 因为我们刚才改名字了 所以说呢 现在把这个去掉 也说我们不用new的方法 去真正去创建一个业务逻辑对象 那现在呢 我声明了一个接口 也是test service 这个接口的一个实例 那如何让这个实例去 如何让这个接口的 我们这个接口的对象去实例化呢 通过上几课的 什么时候的介绍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有两种方式 在构造的时候 给它去注入一个东西 也可以side的时候 注入一个东西 像我们在web里边呢 通常是使用side的方法 我们这里边就不需要guide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是把这个serviceside进来 我们不会去获得 所以我们只要实行一个side的方法就可以了 首先在这个action里边做一些修改 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service呢 是完全面向接口的 与具体的这个实现类是无关的 或者说你以后换一个实现类 比如说还有个impi2 是另外一种实现方式 那你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配置方式 就达到一个注入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action 只跟service的接口是相关的 也说它只访问接口 跟具体的实现已经完成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service如何实力化呢 也说如何把这个真正的service实现对象 注入进来呢 当然通过它来作用 这个配置文件 那上节课的例子很简单 我们有我们会把这个调用者和被调用 调用者和被调用者都创建一个并来实力化 那如果说是在我们strass2里边 如何去把这个action去实力化呢 因为strass2这个action是由strass2来管理的 那我们如何去实力化呢 这就是要讲到了整合这一部分的内容 首先strass2想和sprin整合 那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要给strass2装一个插件 那这个插件是什么呢 我们要整合sprin 所以说我们就要第一步给strass2装一个sprin的插件 那这样的话呢 strass2在实力化action的时候 就会跟我们的sprin去合作起来了 那这个插件是怎么实现的呢 在strass2里边插件的实现和其他的 像我们知道的strass1框架是不同的 它实现插件是和我们这个Eclipse 这种工具的插件很类似 比如说我们Eclipse里安装一个插件 通常把一个东西拖进来就可以了 strass2也是一样 你只要实现一个插件 你只要在我们的项目里边加入一个对应插件的架包 就可以实现这个插件的插入 所以strass2这也是说它简单易用的一个地方 你说它如何加一个插件呢 通常你只要 假如说我要加一个自己开发的插件 你只要实现了它对应的strass2指定的插件的接口 然后生成一个架包往里放就可以了 那这个插件是什么呢 我们要整合Spring 我们来找一下我们的 这个是Spring 找一找 找一下我们的strass2原来这个包 这个插件 Spring插件肯定是它已经开发好的 所以我们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它在哪里呢 在它的lab下面 看一下 上节课我们在搭建strass2框架只选了一部分 那这里边呢 我们现在要找插件 就找strass2开头 Spring插件 第二个是Spring 看strass2的Spring插件 就这个东西 其实你看这里边还有很多的strass2的这个plugin 比如说有DOGO的DWR的 这都属于GS类库的范畴内的东西 还有什么呢 JSF还有什么其他的等等的一些东西 这都是插件 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加入到哪里呢 加入到你当前项目的lab类库里边 这也是我已经加过了 所以提示我们点一下yes 只要你把这个东西一拖进来 那在下次web启动的时候 自动的就完成了strass2这个spring插件的安装 就这么简单 strass2怎么样扩展插件 只要是你一个符合它这种规范的插件包 放到了lab类库里 下次启动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把这个插件加载 那知道了这个概念实际上它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包 是trass2的这个 刚才我们加的这个插件包 spring插件包 看我们已经加过来的就是trass2 spring插件包 我们打开这个包看一下 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这个 像这种架包 就是一个zip格式的压缩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解压软件都可以打开 它为什么只要你把这个架包加进来 它就能完成插件的安装呢 其实的最核心的部分就在这里 架包的顶级都有一个叫strass 这个名称是不可变的 strass plugin的这一个 strass插件的这么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的格式呢 我们查看一下 实际上跟我们的标准的strass文件 都是很类似的结构 都是strass作为根标签 然后当然这里边有个bin定义的一些 刚才我提过object factory 因为你加了strass2插件 它就把这个名字就命名为这个 然后还是package拦截器 当然这里不包括axe了 也说它这个结构还是相似的 它的直接拖进来 就可以完成插件的这个安装 奥秘就在这里 它每一个符合它这种规格的插件 都会有这样一个配置文件 在web启动的时候 strass2就会去 或者说strass2启动的时候 它就会检查所有加包里的这个文件 只要找到 它就会把它去加进来 实际上就完成了插件的整合 刚才说到的就是 如何为strass2加上sprint的插件 过程就是这strass2的 你下载的这个包里 把这个东西放到了lab里边 就完成了插件的安装 第二步是什么呢 既然有了插件 那它们两个就可以协同工作了 第二个要讲的 就是如何让它们去协同工作 两种整合方式 第一种 我们手动来管理 是strass2的action 手动的来管理 是strass2的action 那这种方式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看这个配置文件 如果我一个action指定了它的类名 那指定了它的完全限定的类名 那这种情况下 strass2就由它 由框架本身自动的去管理 这个action的实力化 或者说呢 我们就不需要在这里面来配置 strass2会自动就完成了这个实力化 那你希望你手动去管理 这个strass 这个它的action呢 那你就首先第一步 讲第一种配置方法 如何让我们来手动的去管理 strass2的action 那你就第一步 你还是定义 对应action的bin id呢 比如说我就叫testaction class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那个class 我们把它从这里边copy过来 这样一个bin定义完了 但是是不是你在sprint里定义了bin 那它就会 这sprint肯定要加载它 但是strass2怎么去利用它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sprint里边定义了这个action的bin 但是呢 这个在web启动的时候 sprint呢 也会把这个bin去把这个action去实力化一个对象 放在内存中 但是strass2这个东西怎么样能让它不去自己再去实力化 而是到sprint这个容器里来取呢 就像是我们简单的手动编程时候例子 怎么样让它不用new的方式去创建一个实力 而是到这个已经存在的容器来 来取我们配置这个实力呢 这就是要在strass2这个配置里边 要做一个修改 你这个class呢 就不要再填完全限定名这种class 因为你这样填 它就会在sprint自动去创建这个实力 而不会到我们这个sprint的容器里去取 你想让它到这里去取 很简单 你只要class指定了你这个id就可以了 这后台的处理过程呢 都是我们刚才说的插件来完成的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记住配置就可以了 唯一的变化是什么呢 你说你想让sprint来管理action 那你首先把action配置在sprint里 让这个action在sprint启动的时候就去实力化 然后让strass在需要一个action的时候 然后到sprint容器里去取 怎么取呢 你只要在class指定为action这个sprint的id就可以了 它因为有我们已经安装了插件 所以说它会在插件的控制下 自动根据这个id的名称到这个容器里去找对应的id 找到了也就取来了 这样就实现了这个我们手动去管理stras2的action 也说action是我们手动的在sprint里来实力化的 以后stras想要action都要到我们的这个sprint的容器里来取 这样配置就完成了 那接着往下讲 我们的action里边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个service 是testservice 所以说呢 我们要给它通过这个set方法 把某一个service实力注入进来 那想注入首先要有这样一个实力 所以说我们再配置一个bin 它的id是什么呢 是testservice 然后class 它的类似什么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某一个具体的实现 是哪个实现呢 这是night开头的 我们的night北风 然后某一个具体的设备是实现 是哪个实现呢 当然就是我们这一个实现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service的实现 配置成了一个bin 现在呢 我们的x里边需要一个这个实现 所以说上几课已经讲到了 x里边的其中的一个类属性是什么呢 testservice 所以说我们通过property 因为是set的方法 通过property 它的名字呢 一定要跟这里边的是对应的 就是什么呢 testservice 所以说我们在为这个action的testservice 去注入一个东西 注入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下边的这个具体的某一个service实例 我们已经配置好的service实例 这样就完成了什么呢 通过sprint就完成了两个框架 两个框架的整合 以及sprint为action来注入一个东西的内容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action已经完全和具体的实现类已经 结偶了 完全和具体的这个实现类impi 已经结偶了action里面见不到任何impi pil这个影子 它是通过什么来完成的呢 是通过这个配置文件来完成的 换句话说 以后你这个impi 有个另外的实现版本 比如说还有个impi2 你想切换过来 只要修改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重新编译项目 这就是通过实现完成结偶的概念 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置是否正确 是否真正的达到了我们这个要求 完成了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还是一样 再回到输入页面 然后我们输入张三 提交 看一下 跟刚才一样 还是正常的在工作 我们再回来 再随便再输入一个 刷新一下 输入个里四 再去提交 跟刚才的结果一样 程序还是正常运行 说明我们的配置已经成功了 我们已经完全通过了 Sprint这个容器来管理起来了 action和service对象 通过Sprint来完成了 它们之间的一个实力化 和互相对应的这种注入关系 也就达到了我们一个什么呢 结偶的目的 这就是Sprint和Straff的第一种整合方式 那第一种整合方式讲完了之后 那么看一下 这种整合方式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是什么呢 我们在Straff.xml 这个配置文件里 Straff.xml 这里 我们要配置一个action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还是要配置一遍action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class已经不用真正的class了 而是用一个 我们这里边Sprint容器里的某一个ID 它最终的会去回到容器里边 按这个ID去取实力 这是唯一的一个变动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是要该怎么配置action 还是要怎么配置action 不过在这里呢 我们的工作量就大了 我们要为每一个action配置一个这样的bin 那这样呢 加大了配置文件的数量 也就是说如果通过这种整合方式 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我们加大了配置文件的数量 或者说我们加大了配置文件的工作量 我们要把每一个action 都要在这个sprint的配置文件里 把它配置一遍 这个stras里边呢 也要配置一遍 相当于在action的配置上是翻倍了 配置的工作量加大了 那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呢 实际上在这里边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也就是说讲第二个stras和sprint整合的办法 可以怎么去整合呢 我们可以不在sprint里边来配置这个bin 不在这里配置action 因为我前面已经说到了 我讲过这个stras的属性 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stras的object factory 它的对象工厂 它默认值是什么呢 还是sprint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stras在实力化它的action的时候 都是用sprint来实力化的 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呢 是放在我们自己配置的这个上下纹理 还是放在stras2自己维护的这个上下纹理 但是呢 因为都作为统一一个sprint的这一个大的工厂 所以说呢 它这个action其实呢 也会放在这个 实际上也是用sprint来实力化的 唯一是由什么呢 sprint本身来维护的 如果说我们不去配置的话 比如说这个地方还是使用完全类限定名 像这里我们还是改回原来的 使用完全类限定名 那这个对象在实力化的时候 其实也是通过sprint来实力化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呢 不是像在这里配置我们可以手动去管理 它是由stras2去 去它是框架本身去管理的 那现在呢 我们想把我们的这个service注入到 现在的要思考的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action 看我们的action这个类 我们的action还是需要一个service 我们这个service在哪里呢 在这里边 在这个我们的配置文件里边 已经配置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 如何把这个东西能注入到 由stras2框架自己管理的这个action里边呢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如何把我们在sprint里边 实力化 配置出来的实力化这个service 能够注入到由这个stras2自己管理的这个action里 这样如何去注入呢 实际上 我们不需要配置任何东西 在这个插件就已经完成了它的注入功能 也就是说你原来的action你还是这样系 你该怎么样系还是怎么样系 你只要保证什么呢 stras2这个常量默认的object factory 也就是说它的对象工厂是spring 你说你不进行任何配置还是用sprint工厂来管理的这个action 跟你原来不用sprint是一样的去定义action 你唯一要写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sprint里边定义一个什么呢 定义一个bin 但是有一点要求 它这个名称id 必须和x里边写的这个属性的名称或者说set这个set方式 set器所用的这个testservice这个名称必须对应 这是你唯一要注意的一点 比如说你这要改成其他的名称 它跟它这里的名称不匹配 它就注入不进去了 所以说你只要在这里边定义的这个bin的id和你要对应的这个action 是x里的某个属性是完全对应的 你不需要进行其他任何的配置 就可以完成这个注入 再重复一遍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要想另外第二种是stress2和sprint的结合方 这个整合方式是什么整合的呢 你在stress文件里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你原来是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 然后呢 你只是把这个service定义这个bin的时候 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id 必须跟你x里边某一个属性 你想对应的这个属性 名称必须完全一样 这叫testservice 这里也必须叫testservice 只要你达到了这一点 就已经完成了你想要的目的 就可以达到一个他们两个之间的整合 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 因为刚才改了配置文件 所以说我们可以重新启动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刚才的是不是这样配置就可以正常工作呢 输入章三提交 看一下正常工作 回过来刷新一下 随便输入一个名字 提交 看也是正常工作 也就是说我说的第二种整合方式也是成功的 注意什么呢 你这个刷刷二文件还是和原来一样的 唯一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要注意了 你这里边其实也没有差别 这里边你不需要去在这里边去定义action了 只是注意你想注入的东西这个id和你这个action这个代码里 指定的名称完全一样 也可以完成一个整合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为什么也能实现这个呢 因为在supreme配置里边有这样一个属性 讲一下它的原理 它为什么你不去指定它也能够注入进去呢 有一个叫outwell自动装配的这么一个 自动匹配的一个东西 你看这里边它的属性有什么呢 by name by type 还有什么构造方法默认等等等等 那我们这里边介绍的常用的两种是什么呢 就是by name和by type 它是什么含义呢 我先去举个例子 回过头来就讲 先抛开我们原来的东西 现在我们举个全新的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a类 a类里边呢 或者说拿我们上几课这个测试这个举例子吧 比如说这里边有个product类 我们把这个 刚才这个我把它给移跑了再拿回来 把这个再定一遍 首先有一个叫couldbinclass等于class是test.call 然后呢还有一个母基的bin 然后还有一个产品的 现在有这三个bin 上几课我已经讲到了 如果你这里面它有一个属性是什么呢 是animal 你如果想给它注入一个奶牛 你就要引用 奶牛 这是手动的配置方法 如果是什么呢 假如说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我们这里面一个动物叫什么呢 假如说我们这个动物叫 这个里面不改了 还是叫animal吧 这里面是手动配置的方法 如果我给它指定一个叫什么呢 叫autoware 让它自动去配置属性 也可以达到这种配置的目的 这注入的目的 自动配置呢 按什么呢 比如说我按名称来自动自动注入 那我这个手动注入 也可以删除掉了 那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寻找你这个production 这个类里边的 所有定义了set方法的属性 当然我们这个所有 在我们这里就只有一个 叫animal 它会根据名称 如果你这里边有一个叫animal的 一个bin 那它就会 因为我们是拜名称 它就会寻找 在所有的bin里 寻找名称为animal的bin 如果找到了 就会自动的完成 这个属性的注入 这就是要自动的 这么一个装配的过程 也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你把自动装配 指定为按名称自动装配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执行这样一个操作 在当前的 这个大容器里 寻找每一个属性的 跟它的名称对应的 id对应的这样 跟它的这个属性的名称 对应的id的这样的bin 只要找到了 就完成了自动注入 这就是自动装配 按名称自动装配的 这个意义 那现在呢 我这里边有个叫animal的 但是呢 我这个bin里边 还没有叫animal的 所以说你按名称自动装入 它找不到同名的 也装不进去 比如说我现在 想按什么呢 想按这个 想给它装配进去母鸡这个实例 那我第一步就必须要实现 我必须的这个id 跟它想要的东西 这个属性必须完全对应 也叫animal 那如果我这样一设置的话 虽然我没有显示的指定 明显的去指定 我现在要注入的这个animal 就是一个母鸡 但是因为有一个bin 跟它的名字 跟它所要的对应的属性名字 是完全一样的 我又实现了 按名称自动注入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母鸡 按名称自动的注入进来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是的话 我们这里会显示的是母鸡的 铲除物应该是极大 产生了异常 看一下什么异常 看这里边 这种像是这种 用spin来管理的病 这是要注意的 必须有一个 无参的构造函数才可以 因为你有参构造函数 它又不知道传什么参数 去构造这个实例 所以就会出错 那我们这个 因为刚才在练习的时候 没有设置无参构造函数 所以说产生了错误 那我们把这个 再设置一个 不执行任何操作的 无参构造函数 那现在再去执行 看产出果然是鸡蛋 那现在回过头来 再试一次 我们把奶牛这个改成animal 和什么呢 它所需要的这个自断实例 animal同名 那现在注入的就应该是奶牛 铲除 结果就应该是牛奶 看到这里的变化 这也就是实现 按名称自动注入的这样一个原理 那回过头来看我们刚才的这个内容 也说我们为什么在stress里边 这个action还是按原来的方式来配置 而且在stress里边就是 不是这个文件 是这个文件 就是原来的 就是配置了一个叫test service的东西 它就能完成 自动的完成test service 向action里边的注入呢 为什么完成了这个过程 因为默认stress二 在实力化action对象的时候 就会指定它是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按名称自动装配 那实际上 也就是它在实力化这个action对象的时候 它就会到stress里边 来对应的每一个属性 比如说name 我们有set的方法 它也会到stress容器里搜索 有没有id叫name的这个bin 如果有就注入进来 当然我们这个是没有的 所以说不用去考虑 然后它再去找 有没有名称 id就叫test service这样的bin 如果有就把它注入进来 恰巧在我们的容器里搜索到了 名称叫test service这个bin 所以就注入到action 也说完成了我们这个注入的过程 这就是这个流程 所以说刚才反复强调 你这个id一定要跟action里边 你想匹配的这个东西 一定要是同名的 这就是这个 如果是同名的 就会达到这个注入的目的 这是第二种整合方法 那第二种整合方法 和第一种比存在的一些缺陷是什么呢 或者是有不足的地方是什么呢 优点已经很明显了 它减少了配置 配置文件的量 也说你不需要配置那么多的axe了 但是缺点呢 在代码上有那么一小点点的偶合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配置文件里 必须名称 必须跟它的这个设定的名称 必须完全一样 当然这个偶合呢 也不是一种强的偶合 所以说我们在项目中 一般都使用第二种方法 毕竟时间还是宝贵的 这就是strash2 如何跟sprint整合的这样一个概念 刚才讲到了这个是按名称 我们这个实现原理 是按名称自动注入的 自动装配的 那还提到了一个 是还可以按类型 假如说按类型是什么呢 它就会检查你这个 它的实行过程 就执行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检查你这个东西 比如说它每个 要找一个strung类型 strung类型的这样一个 并 那它就会在所有里面找 strung类型的 如果找到实际类型注入进去 如果说是你这里边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个test service类型的 它就会到你这个 整个的这个 什么容器工厂里边去找 有没有test service类型的并 有就给它注入进去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by type 按类型自动注入的话呢 就会你就要注意一个问题 你的实际工厂里边这个 对应的你要寻找的类型 必须是独一无二的 否则的话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举这个例子 奶牛和公母鸡都是什么呢 都是animal类型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注入 它就by type 它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注入哪个 有可能就产生异常 所以说按类型用的很少 但是我说这个主要是讲什么呢 还是讲到这个长量 刚才提过 刚才讲了object factory 实际上对应的 我们那个长量还有一个什么呢 叫stress.还是object factory 但是它下面的一个设置叫什么呢 跟object factory的是不是里边的 有一个装配方式 如果说是这个 这里边是叫outwell 就是自动装配方式 还有这样一个属性 它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就指明你用什么方式来装配 默认值就是这个东西 按名称装配 所以说我们刚才可以按id的名称对应 如果你希望按类型装配呢 你就可以给它改成by type 但是这个东西应该说是 很少用by type来实现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了解这个参数的含义是什么就可以了 这样呢通过这两节课程 我们就介绍完了 Spring以及Stress和Spring 如何去整合的一个课程 我们这个课程 今天的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呢去讲 Ibatis的应用 以及Ibatis和这两个框架的一个整合的过程 今天就到这里 下节课呢